得奖摊商依序上台接受表扬 台北市政府举办优良市集 乐活名摊颁奖典礼 市长柯文哲亲自出席 强调未来将致力提升 传统市场的软体及营运效能 我们今年有三处的品牌市集 跟市新优良市集 以及162位摊商 荣获乐活名摊的认证 今年市场评选 北市府邀请外部评委 针对组织健全 营运秩序 商品安心 环境清洁等项目 凭建54个公有零售市场 及44个零食摊贩市场环境 其中市东市场连续三年获得优胜 堪称传统市场的楷模 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市场业势 都给水准给拉上来 拉到现在这个市东市场 或是营下业势这个标准 但是这还不够 还在往上拉 我作为一个很简单的标准 日本观光客敢坐下来吃饭 那个最重要的标准 除了市东市场外 包括华山 成功市场 光华商场 四平街和关渡工临时摊贩等 都有得奖 柯文哲期待透过市场软硬体改善 由住现有消费者 更吸引年轻消费族群 火落商机 让台北爱向更宜居的城市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邮箱厅厅采访报道 邮箱厅采访报道